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 Jana 在日本 我是 Jana 今天又带大家来看楼 后面这间楼 我们出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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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看这间一户建 是位于大阪府全宿野市 日跟野那头 这间一户建的土地面积 大约是1400尺 屋里面积大约是1000尺 楼龄是13年 楼价是2290万日元 最近日元的汇率都比较浮动 我用六一去计算 大约是140万港元 我们现在看画面 一入门就是圆关位置 我们打开看看 圆关位置是四四方方 一开门就会看到一个鞋柜 由底到顶 都是很高很深的鞋柜 除了放鞋之外 上面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杂拔 就这样看这个鞋柜 已经放到超过二三十对鞋 好了 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看 无论这个鞋柜门开了 还是鞋柜门关了 都觉得它是阔落的 而且这些东西可以放得起来 最重要它的设计好 好了 圆关位置看完了 我们先进去那里看看 这个门一进去就是大厅 相当光猛和闻落 以这个厅来说 角落扣这边可以放电视 对面可以放梭沙发 而且有一个和室可以在那里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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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刚刚进入门前的位置就可以放进食饭桌 由客厅位置延伸到和室 我们会看到这个很深很阔的櫃 我记得有观众说过看我的影片好像看櫃 其实在日本的住屋櫃是很重要的 买个櫃是贵之余 另外加个櫃有机会是不安全 因为始终这是一个地震的国家 如果你说买个重型的櫃可以加个铁链 将它箱到一幅墙上锁住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不美观 不美观又贵又要就着来摆 不如索性买屋的时候看清楚入场櫃 整间屋的摆位合不合心水 所以我自己觉得 看屋和看櫃同样是重要 两样都是并存的 我们现在由和室看回客厅那边 其实如果把所有门开完的话 你可以当和室是一个小偏厅这样用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 在厨房那边的出入口附近 有一个收纳空间 其实在这个位置 有个收纳空间都非常不错的 你用来给客厅部分去用也可以 拿去放厨房东西也可以 还可以放吸塵机非常食 现在很流行露营 把露营用品 钓鱼用品放进去 这样家里就可以站起来 好了 讲完这个收纳空间 我们现在看回厨房那边 这个半开放式厨房设计真的很好 可以控制油烟 洗碗的时候 又可以和家人有联系 一边洗碗一边看电视都没问题 好了 厨房里面的墙并不是一幅普通的墙 它开了一只窗 可以做一个采光 好了 之后到地下了 地下和之前一样 依旧有个可以放纸石面 放米的洞 抽油烟机是企理的 煮食楼头 有三个 下面还有小烤炉 可以烤鱼 焗鱼 多士 可以在这个柜桶间间方面 有很深的柜 可以放很多锅 有些间隔 可以放下一些餐具 放下调味料 放下厨房清洁用品也没有问题 还有这个改善生活的洗碗机 里面是企理的 清洗碗盆方面也非常闊落 可以整条鱼放进去汤也行 再不是这碗整堆放进去洗也没问题 下面的厨櫃位置也可以放很多锅 除了放锅 我自己觉得整个气炸窝、搅拌机、飞碟机 一些小型家电器都可以放进去收纳 到下面的位置 我自己觉得下面这层位置放罐头 放一些未冰的气水都适合用 到上层位置可以放大量食物、食物和食物 我们试试由洗碗的地方看出景观是怎样 首先当然是看到角落的地方 这个角落是可以看电视的 一边看电视,一边跟子女聊聊电视节目 无论洗碗还是洗菜都不会觉得寂寞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会看到两道落地大玻璃门 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在花园那里玩 无论儿子还是女儿 都可以立即冲出去帮她搅拌 接着我们会看到和室的位置 和室的位置可以方便小朋友在那里玩玩玩具 儿子、女儿带朋友上来打机都可以看到 再不是老公带朋友上来聊天 喝茶都方便搭散 好了,差点讲漏了厨房的后门 这个后门可以用来梭气 门外面的位置可以摆放一些环保垃圾 或者一些可燃烧垃圾 把垃圾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不过当然要买一些户外的垃圾桶 垃圾是密封的,气味不会传出去 也不会担心乌鸦和小动物会搅拌垃圾 还有最重要的东西 它是铺了石屎的 虽然它不是全部都是石屎 有部份位置都是泥土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留个酒盏位置给自己 我这一刻不想种植物 不喜欢种植物 或者过几年我想种植物 我都会有位置可以方便我去种植 好了,我们现在向换衣房出发 在地上已经看到盘了 这个就是摆放洗衣机的位置 还有去水位 有去水位,上面当然有出水位 哇,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它是什么来的呢? 有这个东西就证明这家屋有太阳能装置 最近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国家 个个都说电费贵 有它真的帮轻不少 好了,到这个新足处的洗面盘 下面有去水位 还有可以放一些洗衣液 衣物油顺剂 好,打开看一下 里面站立的话 代表这家屋 很大部分的装置都会站立 因为这家屋是一些鬼鼠位 好了,回到刚才洗衣机对面的地方 在临入浴室之前 在洗衣机对面 就有一个相当深闊的存在空间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放大量毛巾 或者浮潜 潜水的用品都很适合 好了,讲完刚刚的收纳空间 我们正式进去浴室看看 在浴室顶的位置 有个装置 可以做干衣功能 暖气 和抽风 它有磨砂玻璃窗 可以换气 整体来说 整个浴室都是干净 好,大家觉得我有些什么还没说呢? 一楼应该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洗手间 在这个一楼的客厅外面 临上二楼的楼梯之前 就是一个洗手间 好了,打开门看看 不过在我开门的时候 发现了它的窩心位置 门在地上有个梯梯的 阻力位不会跌出来 如果它跌出来的话 我想经常行出行入会 会继续到脚 这个洗手间 是位于楼梯底的位置 可以善用这间每一个角落头 那它怎么善用角落头呢? 它真的连角落头 都可以让你放卖东西 好了,我们现在上二楼看看 二楼的楼梯方面 都是很企理的工整 放到一只脚 这个41号鞋 26cm 的脚 很快就上到二楼了 我们在上面看回到一条楼梯 它也不是一条迫夹狭窄的楼梯 而且它有一只窗 可以做通风和采光 好了,我们现在略略看一看二楼走廊的格局 大概看一看它有多少间房 现在我们再逐间逐间看一下 在二楼方面 其实它有三间房和一个洗手间 三间房的面积一样都是绿贴的 基于座向不同 所以三间房的感觉都很不同 这个是第一间房 一样有深的櫃 因为这间房是向着内街 和有部分位置是对着鄰居家 所以有些窗都会做回小一点 大家看到这条玻璃是窗 它不是只做了玻璃 可以打开换气的 好了,在我们刚刚剃房的对角 就有个洗手间 在一间屋里面每一层楼 都有洗手间 是很重要的 好了,来到这个位置 起码都放到一条厕纸吧 不过都要看一下 你条厕纸有多大条 在这个抽水马桶方面 就没什么特别 一样,不是黑刺 有一个通风对流窗 哦,洗手间华 那么快就看完了 我们现在去另一间房看看 这间房三櫃是在门后面的 门一样有窩心位 就是地上有个梯梯 这个衣柜虽然不是很阔 但也有很多位置放东西 从衣柜看去窗的角度 就看到一只窗 我们试试从窗看出去 看有什么风景 很厉害 在我拍片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 这间房屋会有这么好的景色 在这个方向前面 一路直望 望到海边 望到尽头 就是关西机场了 好了,我们现在不看风景 先看看最后一间房 好了,这间房有个露台 可以浪衣衣 或者做一个逃生的空间 这间房有大衣柜 跟我们刚才看的第一间房一样 现在由另一个角度 再去望下间房 一样有个好景色的窗 你喜欢看出去都可以 不看出去都可以 浪衣都安装了 你浪凉脂干上去就可以浪衣 不喜欢找人拆了去封个洞都可以 在景观方面 因为屋和屋之间都有一个距离 所以不会觉得很逼劫 屋里面的东西都讲完了 我们现在讲到屋外面 停车场方面 如果我的车可以转入 转入少少 就可以放一辆正常尺寸的车 简单来说 它就可以拍到两辆车 到门口和花园的位置 部份铺了石屎路 部份是用碎石 给你空间和走斩 今天不想种东西 可能他早又日你想种东西 都可以改变 好了 到外场方面 都是企理靓仔的 因为一般十多年纽宁的一户建 都在外场那里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我们都看一下 好了 说这么快就看完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家一户建 有没有兴趣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 有个Facebook连结 用Facebook PM 我们就可以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分享给朋友 和留言 下一集再见 拜拜